职人们最喜欢特朗普,同时职人们也是最恨特朗普的,这两句话矛盾嘛,并不矛盾,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进了美国,进了美国的职人们,对他那时大吹特吹,歌功颂德,希望特朗普能一直干下去,要不是美国法律不允许,他们甚至希望特朗普能够干一万年。 就算他死了,他的灵魂,他的魂魄也会与他们同在,可没进美国的职人们,对特朗普那可是恨得牙痒痒的,尤其是这两天,他们想把特朗普给生吞活泼了的心都有了,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在前不久的一场演说里面承诺,如果他在2024年选举中击败总统拜登,那么他将废掉非法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权,这等于是,哇呀哇呀,一馋子,直接断掉了职人们的后路,你说人家能不恨他吗? 什么叫出生公民权呢?就是说,只要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孩子将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即使他们的父母本身不是公民或者在美国没有合法居留权,就算你是过来旅游的,趴击一下,孩子生了。 你是非法移民,你是偷渡过来的,只要你孩子咕咕落的的时候,出生的在美国,那么不管父母的身份如何,那么,你的孩子将会直接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这太硬了,普通人要是想去美国,得先办护照,申请美国签证,办绿卡,申请入籍,这是合法途径。 要是非法就是买个机票,去厄瓜多尔,然后一路向北走线进美国,蹲移民监狱,上法庭参加听证会。 总之,不管合法还是非法的,这一套操作下来,没有三五年,想要入籍美国,你根本想都别想。 可是出生公民权就不一样了,你儿子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还是合法的那种,以后每个月都能合法地享受到美国的福利和奶粉。 对于那些辛辛苦苦走线进来的润人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直接给他们秒杀呀。 你们没来之前,我就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格林宫市再一次闪耀。 你说这气不气人,你说这生不生气? 你说这莫名其妙地过来生个孩子,就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谁心里能舒服啊? 只不过虽然心里面不舒服,但对于那些润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也不会反对了。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啊,等我润到了美国之后,我虽然拿不到公民身份,但是我如果生个孩子下来,我家小孩不就直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了吗? 所以,这条法律对我是有利的,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非但不反对,还要大力支持才是呢? 有人支持,自然就有人反对啊。 谁不痛快? 当然是美国人不痛快了,人是群居动物,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天然的就会有排外情绪。 对于这些非法移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来抢我们的资源不适。 所以,很多美国人一直嚷嚷着要取消这条法律。 虽然,这条法律已经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宪法解释,他们当然也不希望废除了,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权益。 但是,他们希望能够修改一下。 于是,特朗普就在不久之前说了,如果他获得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将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发出行政令, 指示联邦政府拒绝给予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孩子公民身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落地,公民权我仍然给你保留下来。 但是,如果你父母没有美国的合法身份,如果是非法移民那种偷渡进来的。 那么,就算你孩子出生在了美国,那我也不会承认,更不会给你们公民身份。 这番言论发表之后,美国人当然很开心了。 还是那句话,人是群居动物,在一个地方和一个群体生活久了,自然就会有排外情绪, 对于外来人口,天然的就有一种抵触,尤其你们还是偷渡进来的非法移民。 一点贡献都没有,还要来抢占我们的资源,呼吸我们的空气,吃我们的食物,谁会愿意啊? 所以,美国人自然会大力支持这项措施,那选票嘎嘎的就给特朗普投啊。 而特朗普这么做呢,表面上看来是会得罪很多人,可实际上,他得罪的那帮人根本没有投票权。 因为只有美国公民才有投票权啊,才能助他当选美国总统。 而那些非法移民,你们连身份都没有,更别说是什么投票了,所以就算得罪了,你们又能怎么样? 有选票的前提,你得是美国公民。既然你是美国公民,特朗普也说了,联邦政府拒绝给予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孩子公民身份。 换言之,只要你是美国公民,你孩子的落地公民权我还是承认的。 所以,根本不会伤害到他们这帮人的利益,相反还保护了他们的利益。 于是,手里有选票的美国公民全都支持我。 而那些手里没票的,就算你们全都讨厌我,反对我。 可是你们的反对,对我来说,毛用没用。 因为你们根本没办法投票,纵使千万人的反对,在我眼中还没有一个美国公民的选票重要。 你说这招鸡贼不鸡贼,咱们前面说到职人的问题。 进了美国的职人们,当然特别喜欢,特别支持特朗普的。 也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走线进来的,第一站都是去的丁胖子广场,在餐馆里摸爬滚打了好多年,终于才在美国站住脚。 按理说,这份艰辛,这各种滋味,他们体验过,应该最清楚了。 身为前辈,对于后面想要进入美国的润人们,不说多有好吧,你起码能帮的,就帮一把。 同是天涯走线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可他们却截然相反,从进美国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拼命地反对美国的移民政策,不管你是合法还是非法进来的,他们都拼命反对。 他们就希望啊,自己就是最后一个,后面的人一个都别想进美国。 自己上了船之后,就恨不得把其他想要上船的人都给一脚踹下去,恨不得淹死你们,就让你们在水里溺死。 所以,那些进了美国的殖民们,那是相当支持特朗普啊。 当年一听说特朗普要修墨西哥墙,那简直乐疯了好不好。 恨不得这边进墙再长一点,再高一点,堵住所有非法移民,让他们一个都没进来。 尤其是这一次,听说特朗普如果当选成功之后,要在新的任期,取消那些非法移民们子女的落地公民权,他们简直比过年还要开心。 因为他们现在就在美国,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方面的福利,所以他们就不希望后来者也能享受到。 他们自诩是既得利益者,生怕后面的那些人跑过来和他们抢资源。 即便在美国,他们只是二等公民,只是人肉电池,只是餐馆洗碗工,只是没有身份的黑户。 但他们在潜意识里,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是美国人,所谓精神美国人。 所以,先到的那些润人们,他们就算在美国饱受欺负,种族歧视,他们也不恨白人,他们最恨的还是后来的润人们。 即便你和我之前都是同胞,什么,同胞,狗屁,他们听到同胞这两个字就会嗤之以鼻。 谁和你是同胞?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人好不好?谁和你们做同胞啊?支持特朗普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你会神奇地发现,这里面最狂热,叫嚣得最欢的,往往都是在美的华人。 无论特朗普做出了什么样的丑事啊,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去洗地。 以前啊,我还以为这帮人是因为反华,所以才支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对华比较强硬嘛。 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反不反华,对这帮已经成功到了美国的润人们有什么意义呢? 他反华,他不反华,对你好像都没什么影响啊。 原来啊,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对非法移民,对他们的曾经的同胞比较狠。 他会将那些企图上传的人,一个不胜的全都踹下去。 你说润美成功的职人们能不喜欢他吗? 可是,这润美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嘛。 大多数的职人们,还是只能抱着键盘,待在天天被他们骂,天天被他们抨击的共和国。 出租屋里,就着自来水吃着一块钱的幸运方便面。 突然,屏幕一亮,哦,原来是你更新了。 妈的,这家伙今天又在侮辱我自由伟大的美丽剑。 待老夫啃瞒这口面,看我怎么喷你。 哎,电呢,怎么停电了? 网怎么也没了? 我不管,我就是去隔壁蹭WiFi,我也要喷你。 要我说啊,有喷我的这个功夫,倒不如抓紧研究一下走线吧。 万一特朗普赢了,2025年1月份之前,就是你们最好的窗口期了。 留给你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哎,还有个办法,要不你们改换门庭,跑去支持拜登。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你们没有投票权啊。 你们的支持就像是放屁,拜登闻了都嫌臭。